阿灵 来 喝酒 殿下 这是怎么了 糟心事 不提也罢 不提便不提 不过 喝酒 却应该去喝酒的地方才对 玉霄殿下 请吧 所谓借酒交仇 首先酒碗要打 看不出阿灵居然如此豪卖 我不过是舍命陪君子 装装样子罢了 好一个舍命陪君子 先干为敬 城中有一富商于家 家中有两子 一名为庆 一名为萧 兄长于庆 兢兢业业 守护家业 而弟弟于萧呢 却迷恋上了敌国的一个细子梨 终日沉迷美色 不可自拔呀 一日 哥哥压祸外出 没想到的是 半路遇上了山贼 山贼向弟弟讨要赎金 哎 没想到啊 没想到 弟弟却在细子梨的蛊惑下 弃自己亲哥哥的性命于不顾 袖手旁观 哎 可怜的哥哥于庆 年纪轻轻便命丧黄泉 这正是 六亲不认 铁心肠 哥哥因此命送葬 痴心敌国 细子情 全部家业 送作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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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干嘛 我都要看看 他哪来的胆子胡编乱造 既然知道是胡编乱造 殿下又何必动路 真意假实假意真 一个普通说书的 断不可能对宫中之事 知之甚响 想必 秦幕后一定有主使 除了太尉那小人 还会有谁 那殿下认为 现在当务之急是什么 以殿下如今正统身份 太尉竟然敢公然反对殿下 想必是其背后 有可与殿下匹敌的势力 可若他没有了这势力 你的意思是 让我对我自己的叔叔下手 那我与叔叔人口中之人有何差别 好一个精通全魔术术的摇光王子 当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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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来